另外住饭店房门却突然被打开 把民众给吓坏了 一对情侣到高雄入住饭店 睡到一半的时候 房屋人员就突然冲进来说要打扫 当下情侣党来不及整理身上的衣服 惊慌失措 也很不满 明明就有事先告知柜台不需要打扫 也按下了误扰灯 为什么还会有人闯入 客人隐私都被看光光 对此饭店解释 当天的房屋是新人 没有注意到这间房客有申请延退 急忙致浅 住房拿到这张小卡 写着不需续住打扫服务 请按下请勿打扰灯 照饭店游戏规则 也确定灯有亮 睡到一半门照样被打开 当然错愕 门关起来里面的隐私 必须要受到重视 其他住客听闻也都不太能接受 苦主说和女友连续入住高雄某饭店 睡到一半房屋人员刷卡冲进来 说是要打扫 但两人毫无心理准备 也没来得及整理服装 超傻眼 不但勿扰灯按了 也提前告知柜台 不需要清扫 到底是把客人的隐私放在哪 正常SOP应该要这样 不管房客退房了没 进房前都要敲门 我们的延退时间是两点 亮这个误打扰的灯 那他没有注意到 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 业者解释 当天的房屋人员才来一个多月 没注意到这间房客申请延退 犯下失误 房客有扣安全索 门开一扫缝之后 紧急致歉 有故意行为 否则不会构成刑事责任 但是仍然会构成民事的侵权行为 饭店业者也必须负连带的赔偿责任 胡主也说不觉得房屋是故意 但还是很可怕 突然有人闯入 不是惊喜是惊吓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道